大家好,我是四十年华 今天又来到打不到仓库了 看看这个货装的怎么样,发的怎么样 上次是晚上来的,看的也不是很清楚 今天就白天过来 你看这个阿姨正在分拣 然后把这个给装起来 这个是最长的,57厘米的 卢土铁棍山药 然后这边的话是有这个头的 你看,带着头是不能发的 这阿姨呢,把这个头给它给去掉 看看 去好之后呢,就放在这里 这个头呢,就放在这袋子里 这边也是啊 再看这边 这边呢,也是在套网袋 套网袋的目的就是快递途中 如果说颠簸的话 它不至于说碰伤或者怎么样的啊 皮碰掉 这边呢,是47厘米的 这个山药47厘米要的是最多的 这里呢,就是37的啊 37厘米的 这里是打包好的 就等着快递过来装货 这里呢,是一些空箱子 等着装啊,已经下面封好了 炉土地,铁棍山药 中国焦座,滚线 铁棍山药啊 正儿八经的 这边呢,是打包的地方 称一称 一箱的话,净重五斤 不过装的话都会多一些 就装到这个箱子里 看这外面 还有一堆,这都是头啊 这咱们这个长度呢 是不带这个头的啊 如果说带这个头的话 这一个头就二十公分了 大家看看是不是 这些头呢,整整清晰的摆在这里 这个头是干嘛的 头其实吃的话 因为太细了嘛 这没法吃 所以呢,它是山药的种子啊 也是非常有用的啊 来年再种的话 是不是啊 就用这个种啊 就这样放在这里啊 但是这个山药这个地啊 它不是说每年都能种的 它要事隔十年之后才能种 大家买我的山药 我能保证 是正儿八经的如土地铁味山药 河南交走温县 我现在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温县 并且快递 也是从温县发出来的啊 我拍视频旅游 有三四年的时间了 这是我第一次直播带货 这说好听点 也就是助农啊 我希望大家相信我 今天大家拍的货 都是今天地里挖出来 然后到这里 装上箱子 打包就发货了啊 保证新鲜 大家早上好 现在是早上九点钟啊 睡在车里 起来起来起来 我现在是在温县的县城里 这旁边呢 就是打包的地方啊 山药打包的地方 今天天气还可以 这还个早餐呢 哎呦 这 还没用心了啊 起座完毕 他这个我拿了什么 这是 胡辣汤 哎呦 就这两天直播啊 真的扛不住啊 就是个喉咙 真的很难受 就我这个直播时间还算短的 昨天白天直播了四个小时 晚上直播了两个小时 哎呦 好难受 这我以为是胡辣汤的 这是那个 那个八宝粥啊 现在呢 我就要去地里了 去地里直播一会儿 地里边呢 还有二十多个人在那里滑 我在地里直播 怎么说呢 我觉得就生动一点 大家看到我的直播 我在这个庄稼地里 大家购买的话 我觉得 比坐在车里 或者说坐在家里 都给我拿个这个山药 直播的效果要好一点 真的啊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啊 这一波啊 这三个已经分好了啊 这边全都是断 断的是不给大家发货的 那边是完整的 这里也是完整的 那这里也是断的啊 断的是发不了货的 大伙看一下 这片地就是种山药的地 这一片地呢 就是玉米地啊 所以说大家不要觉得 这个山药贵 或者怎么样的 你说这玉米的话 需要这么多人过来吗 是不需要的啊 也不需要挖掘机 如果说这叔叔阿姨 每天只管顿饭的话 这个价钱啊 也能下来 但是的话 这是不行的 我们家乡的这个山药 河南 河南 交座 温县 卢土 铁路 山药 是拿得出手的啊 不管你是在哪里 北京 上海 深圳 广州这些大城市 是拿得出手的 挖掘机 把土给扒开 人跳下去 挖山药 并且这个土啊 确实是很硬 卢土 大家看看这个挖掘机 它是翘起来的啊 你看到没 都翘起来了 如果说是人力 去扒这个土的话 那真的是太累太累了 大家看一下 中间夹杂着山药啊 损耗是非常大的 这都是山药断的 损耗很大 如果说是玉米的话 真的是没有这么大的损耗 好 好 好 下午5点50分 太阳要下山了 在山药记里直播了4天时间 第一天直播时间挺长的 这接下来的一天不如一天 这喉咙确实也是扛不住了 朋友们这要回家了 虽然说我们家不远 我们家离这里几十公里 开车的话不到一个小时 但是我是第一次直播带货 第一次住农 所以我就住在这个庄家地里 每天早上7点钟 挖掘机还有附近的村民 就过来干活了 明天再播一会儿 下午呢就回家了 回家稍微养一养 感谢这几天大家对我的支持 对我们家乡的山药的支持 车里条件有限 回到家 把这个山药啊 放到桌子上 蒸熟了 给大家再播一播 真好看啊 真的好看 一会儿我想起我在外面旅游的时候 今天的晚霞确实挺美的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